在花莲天王星大楼的拆除作业 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八天 不过因为是预计要在两周内拆除 所以现在重机组呢 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进行施工 那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 现在七楼的部分呢 一半多都是已经被移为平地了 那也预计在今天七楼部分就会拆除完毕 至于往到旁边看呢 因为整楼大楼是倾斜的关系 当时有用了六支的H型钢架 来进行支撑的作用 因为经过评估之后 发现大楼位移的状况还蛮稳定的 所以现在呢 在今天早上也是进行了拆除 那唯独是留下比较靠近 立祥饭店的这支行钢 那在收早呢 建设处的水利科科长最新的说法 忙带你听 经过昨夜一整天的拆除 那今天早上六点开始拆除 我们目前侧边的H型钢的支撑 因为目前观测到 它的位移的状况都是稳定的 然后现在已经拆到七楼一半的 那预计今天会把七楼拆完 可以留最后一支靠立祥饭店的那一侧 最后一支行钢 是做稳固 下午预计下午的时候 会继续再用大钢牙继续拆除 可以听到科长是提到 一旦这个拆除作业来到五楼之后呢 进展就会比较顺利 因为像是纵机组 还有比较大型的怪手 都是可以来到建筑物上方进行拆除 至于在稍早的部分呢 也是有在天王星大楼居住的五楼的民众 他也是住户是来到了现场 那他也感叹的提到 因为当时地震太急 你什么都没拿 身上只剩两三百块 至于大家也非常关心 因为里头还有三只猫咪以及三只鸡 那稍早呢 建设处也提到了 有请这个怪手司机要特别注意 一旦有看到猫咪的身影呢 就会以驱赶的方式 将猫咪驱赶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进行捕获之后 才会再进一步的来施工